Panasonic 神葬在 GX 系列 GX 5 之前已經4年了 等了這麼久 千呼萬喚似出來 誰知油鋪琵琶半邊面 說什麼呢? 大家都以為出 GX 6 的時候 適合了一半 因為這部只不過是 GX 5 Mark II 搞什麼呢? 我快點安裝鏡頭 很快就會有人說 嘩! 感應器都入塵了! 這個GX 5 Mark II 非常奇怪 你沒什麼聽過呢? 出新機的時候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出這部新的 GX 5 Mark II 不過下一部機六個月就到了 那我買不買這部機好嗎? 你買一部iPhone 你也知道明年會出一部新iPhone 但是你買一部新iPhone 你也有一年玩 你這部機 GX 5 Mark II 玩了六個月 搞什麼呢? 這個真是非常奇怪的一回事 而且原本那部GX 5 雖然它的感應很小 但是它的性能是非常強勁 那時候是沒有人做到 4K拍到50格、60格 但是現在它原有的優質已經慢慢消失 那怎麼辦呢? 連同廠S5都已經追上了 那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那看回這部機 那看回這部GX 5 Mark II 好,轉回收容對焦先 GX 5 Mark II 那機身跟GX 5其實是大同小異 即是非常之大同 非常之 根本就是一樣 即是少少不同而已 那一拿上手都是 跟之前GX 5 都是一拿上手是非常之 好聽的就叫做很實正 其實呢 都很實正 但是呢 很大部和很重的 尤其是以Michael Forford 來講 因為它基本上 是重過那部Full Frame的A7S Mark II 還有重過我現在用的這一部S5 還有它是大部過S5 闊一點 還有厚過S5 甚至乎機身其實是高過S5 S5是個Wheelfinder高過它 總之就是這樣 但是GX 5一向都是功能強勁 所以大部一點都沒有辦法 即是可以這樣說 當時可以這樣說 現在呢 就看回機身先 GX 5 Mark II 那上面有什麼分別呢 那現在這個就 有個紅圈 現在這個新的Panasonic 的款式就是有個紅圈 GX 5 S 開始的好像是 然後上面就有個拍片 那基本上 買的GX 5這部機都是用來拍片的 沒有人買來 應該沒有人買來 專貨拍照的 對不對 那這裏有三個掣 也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這三個掣 用開Panasonic的激人 就會知道 White Balance ISO 加減曝光 每部機這三個掣 的位置都是一樣的 一拿上手的部機都是這三個掣 但是現在多了這顆 就是用來轉這個Panasonic的掣 其他東西都差不多 後面也都是一樣的 但是那顆電呢 有一點點不同 那顆電呢 其實它是跟舊機 是可以用舊機的電 咦 我這個也頂住了 我這個 我這個三腳 迷你三腳原來會頂住了 不過很少這些Panasonic的掣 是這麼闊的 但是這顆電 就是可以用舊的電 形狀一樣 但是這顆跟的電 就是比較新的 因為它可以用USB-C 來充電 終於都可以了 上一部GH5 都是有USB-C 但是就不可以用USB來充電 這部呢 終於可以了 還有可以供電來拍攝 長時間拍攝 那就多謝收看 對 說完了 我先試一下這部機 其實這部機 非常沒話可說 因為跟G H5 真的差不多 讓我兩部機 差不多 說回以前G H5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G H5 最厲害的一件事 那時候就是 4K可以拍到50格 或者60格 看看你拍NTSC 或者拍PAL線 因為那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其他部機 做到的 就算現在也不是很多部機 可以做到 但是現在做到的就是 富士XT4做到 這部做到 這部S5做到 但是S5做到 就要1.5倍的Corp 不過你當然可以咬 Micro-Profit 本身就有兩倍的Corp 當然XT4和這部 同部G H5 Mark II 都是差不多價錢 如果你可以給高一點價錢 你可以有6K 8K Full Frame 所以現在已經不靜止 指筆是 這些Micro-Profit 可以做到這樣的 G H5就是有一個 全行最厲害的防手震 就是現在都是一樣的 不過現在就 當年Panasonic 自己都出了這個S5 S1 S1R 和S5 和S1H 已經出了好幾部 Full Frame 都可以做到 這麼厲害的防手震 如果他看到我這樣 單手拿著 其實我 左手沒有那麼好力 所以我拿著G H5 這隻手 其實可以手震 但是應該不會看到 震得很厲害 只不過好像是 我普通行路的震法 我很喜歡它 Panasonic 的防手震 非常厲害 究竟這部G H5 II 有什麼改進了呢 其實改進了的東西是 真的非常之少 我要很細心地看它的規格 我才找到 這部G H5 II 和G H5 比較 就是它都是拍 4K 50 架 60 架 不過它是可以拍到 10 Beats 哇 開始快下雨了 不是今天呢 不停地這樣 出太陽下雨 出太陽下雨 這樣 這個有一點點分別 尤其是這些 撿這些爆的位置 那裡會有分別 不過又可以剛巧說一下 這個 Micro Forford 的 Dynamic Range 是不漏差一點的 你可以看到 那些雲 上面的雲已經爆了 而我的S5 是沒事的 不過 G H5 II 看上去 似乎是 比我記憶中的G H5 好一點 但是我現在沒有G H5 兩部拍了比較 很難說 而且這部亦都是 PRE PRODUCTION 的模特兒 未是最終發售版 所以可能會有少少分別的 那另一件新的東西呢 就是 我在畫面上 打開它 都是對不到 Panasonic 始終就是有這件東西 沒錯 就是有這個紅框 在其他機器裡 加了這個紅框 這個S5 S1H 開始有 加上這個紅框 現在它就加上其他機器裡 我現在用這部S5 亦都是有這個紅框 即是以前G H系列 你的感應器很小 但是它的優勢就是 它的性能是厲害很多 但是如果 APS-C 甚至Full Frame 機器的性能 都開始追到 M4V 還要價錢差不多的時候 它究竟剩下多少優勢 是可以 別人會給差不多價錢 買一部Sensor小一點的機器 即是現在它唯一的優勢就是 你可以用這些 即是它的鏡頭 是真的小很多的 尤其是你有這些 手動鏡 這些鬧呀 路呀 手動鏡 這些是非常之好玩的 那就 而且它 用這些手動鏡的時候 它一樣可以用到它 非常厲害的防走震 但是 不過 是不是只剩下一個優勢呢 不過 暫時 G H6 公佈的資料 其實不是很多 我真是希望它真正公佈的時候 G H6 有些收藏的殺手間 是到時候 先告訴大家 因為我都 雖然一直都不會選擇 M4V 做我的主要機器 但是我都非常希望有多一個選擇 有多一點競爭 Full Frame 有Full Frame 的好處 然後M4V有它的性能上的優勢 我真的非常希望它會這樣繼續下去 在這裡我要講講這條影片的贊助 就是Nord VPN 都是它們贊助的 下面這裡又有條link 或者用我這個優惠碼 在下面這個影片描述也可以找到 就可以得到一個特大優惠 加入兩年的合約 還有它會送一個月 完全免費 每個月都是大概為起港幣30元左右 那你一個帳戶 是可以整六部機器去分享 有什麼機器可以用呢? 你的手機 電腦 不理你PC或Mac 甚至是Linux 甚至某些Smart TV 都可以用到 還有如果你的Router是支援的話 你只要將你這個VPN的資料 進入Router 那你的手機全部都不用設定了 所有用這個Router 機器就會自動用VPN 甚至乎你的智能雪櫃 智能馬桶都會有VPN 那為什麼用VPN呢? 我之前也解釋過 VPN可以隱藏你的IP 但就不是要來做壞事的 是你要來保障自己 保護自己 因為當你想一個網頁 你有一個IP 就記錄了一個網頁 這個一定會有的 是你避免不了的 那如果有一個邪惡組織 想找出你去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 今天有個網名 什麼什麼什麼 就想找出這個人是什麼 如果他去到這個網頁 拿到這個IP的紀錄 再去你的觀頻 拿到紀錄 那他一比拼 死了 就馬上找到你 有你登記的時候的全名 家裡電話、家裡地址 這樣 說到沒有 你家裡用的寬頻公司 是有你的全名 家裡電話、地址、身分證 NodVPN有你什麼資料 不就是你的 訊號的電郵 和信用卡 所以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上 NodVPN的網頁 免費30天試一下 因為30天之內 你如果用過不喜歡 完全取消了它 沒有問題 我就用了很久 而且它的速度 我不覺得速度有什麼分別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就可以用 在影片描述 就可以找到我這條連結 或者用這個優惠碼 就可以得到這個優惠 大家就可以試一試 又下了 現在不走 不可以了 不過這部機 真的 我總之都是帶傘出來 應該 我本來都不打算拍很久 就打算都是 很快講完的 這部機 簡直 阿Kai 他用了GX4和GX5 非常久 他就說 經過了 下個龐河大雨幾次 這部機都是沒事的 不說太多了 我都是 嘩 滑死了 我都是 我都是不說